這個又是黃媽崗 不過可能他們只會認同一個髮型 這個就是一百歲的 是1908年青江歲,33年 如果沒有聽錯 他們上兩年才剛才死亡 就是他們那條村 當時最長壽 就好像一百二十多歲 我們看看下一個圖 這個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樣子像阿豹 其實不是阿豹扮演的 你看看他不像是一百歲 你在粉領圍隨時看到這樣的婆婆走來走去 但隨時歲數差一半 真的不奇怪,真的很可怕 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這個是一百一十一歲的 是一個男性 這是很難得的 但是問題 以前在清代,滿清的時候 這條村也推出一些 好像做過壽彩 也是很老,80歲才做的 也是很長壽的 這個是… 你看看下面這條寫著甚麼 出租房令有長壽食品出租 你六百元就可以在那裏 整個月了 所以你想想,他們不是有錢 你不是說,因為他很有錢 所以他會長壽健康快樂 如果說過,他會走幾里路 基本上我們有些人都做不到這個 你知道嗎? 譬如偉德,你叫他坐著輪椅 都未必能走幾里路 你知道嗎? 所以… 這一個是… 即是他們不是因為有錢 是因為有一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其實中國已經是 把它研究出來 但是會不會是因為 關於經濟問題這些東西 會被蓋住呢? 我不知道 但是現時他們這些東西 還可以… 我們可以公開、涉獵得到 找得到,要讓你知道 因為那樣已經是 會將整個行業 舉世的一個行業 我們稱為醫療行業 一次可以毀滅了它 因為這些人 基本上就是這樣吃菜 吃自己田裡種的菜 其實沒有食品 沒有食品 他們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你想想 一個月養了你也要六百元 我們食食品 也不只六百元 有時一瓶也不只六百元 一個月 所以他們沒有 他們就是靠… 一會兒有一張照片 就說出最後的時候 我會給你看看 他自己說回長壽的幾件事 但問題裏面有一樣 要讓大家知道的 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這兩篇 要讓你知道的一些重點 就是 就算你用負離子 但沒有聽過那兩篇 肯定你不會用到負離子 1%的威力 上星期我們曾經說過 甚麼食品要加在負離子上 你沒有那些食品 因為負離子是無效的 但這次會說到另一件事 是沒有那件事 負離子是無效的 OK 接著我們看下一個圖 這個是五代同堂的 有他的孫子 那些什麼都齊 再看下一個圖 這個是他年輕的照片 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這個是我們的弟兄 這個才是111歲 可能 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所以很小顆的 整個都縮了水 這個是108歲的婆婆 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這個就是他們的所謂醫療防射 其實在那裏有三個地方 可以讓一些人得到醫療 這個 可否放大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這個山下面 為什麼在山下面 因為就是這個位置 所謂按住 以我們香港 不知道什麼智商級數的傳媒所說 這裡應該是最多輻射的 如果是這樣 這裡有抗食 產生這麼多負離子 這裡其實是他們的防射 你給幾十元就可以上去一個月 在那裏就可以 每天上去 不是在那裏睡 這裡只是幾十元而已 可以在那裏吃東西 但還有一個地方 裡面不可以吃東西 那個就是它裡面的山洞 按照那裏說的山洞 一看到你會看到 上面有一層薄霧 就是養離子的薄霧 進去是不准吃東西的 不准吃煙的 在裡面 病的人就抬進去 呼吸 讓它好起來 可以出來 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這個防射 就是 近影就是這樣 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就是這樣的 你給幾十元 每月就是幾十元而已 就可以上去那裏呼吸 不過你要去 我看了那裏有很多照片 有視頻 我看完之後 我想想 如果叫我住一百年 我應該寧願短命 很悶 你看那裏 甚麼都沒有 到處看 這裏就是玉熟薯田 那裏也是借田 然後有一條河 好像粉嶺圍 再疏一點 你打算住一百年 難怪那裏 有些兒子女都出去工作 剩下的 不死的人就留在這裏 所以這條村 其實沒有太多人 能夠想像的 基本上是 而且要認識路的人 才能去到這裏 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這裏就是醫療山洞 就是這裏 最多輻射的地方 這裏就是不准進去吃東西 政府不讓你污染那裏 可能因為輻射多 所以不讓你污染那裏 總之進去 人們就會康復 原因就是在風吹那裏 有機會可能這裏是一個擴散 但肯定它的擴石 你想想 裏面不可能會產生氧氣 是吧 這就是風吹進去的時候 磨擦的山洞 就像上個禮拜我所說 所產生的負離子 但它產生到的濃度 是非常之高 高到 總之人們進去住 就會康復 病非常之快康復 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這裏就是圍繞著長壽邨的河流 藏族都是喝河水 在這裡洗衣服、洗碗等 很多這些東西 我們看下一個圖 就是這個河流 但這個河流流經去 有一個水洞 這個水洞 如我所說 要坐一架船進去 走完整個程 要45分鐘左右 但它們在那裏 直成那裏的感覺 是完全不同的 連皮膚 每一樣的感覺都不同 因為整個洞 都充滿了負離子 原因就是水 在整條河流 長連累積沖這一個洞 而磨擦 產生大量的負離子 浮游在整個洞裡 我們看下一個圖 就是這個 你會看到一些霧氣 就是這個洞 這個洞走完整個 要45分鐘 我們再看下一個圖 下一個其實是影片 下一個是影片 但按照那裏的導遊 他們也說 這個長壽村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 為甚麼 因為它已經開始污染 開始有人建屋 已經有車路 直接車路可以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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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村 這一段影片就是 這條河流 這條車 現在讓你最主要看到 這條長壽村 進去的時候 其實它們已經有車路 並且 一上去 據弟兄說 沿途連公仔麵都買不到 非常落後 可能要自備公仔麵 福祉麵才行 但是 所以其實已經在污染中 它們的負離子 如果因為這麼多汽車 其實它的負離子會減低很多 這就是水洞那條路 所以你看到它們自己在那裡 已經有它們的車 所以變成 其實它們會使得 它們的負離子 一路一路少下去 好像普通圍村一樣 這樣變成 所以這個其實是 有機會在我們有生之年 這條村 會成為其中一條 不是長壽村的 會有機會 有時如果河水污染了之後 變成負離子會大量 被河水中和了 另外一個 就是講東的頂湖山 這個你沒有想的 因為那裡常人不讓進去 那裡只是你在外圍 是可以旅遊去到的 那裡的負離子 就不是二萬多 那裡是十萬五千六百 每一個立方CM 它是兆慶市東北郊區 廣州市西面 十八公里的地方 那些弟兄說回 十幾年去的時候 那裡的導遊已經告訴他 其實那裡 其實那些中國的政要 當他病了就會來這裡休養 所以不讓普通人進去 那裡已經是中國留下 自己讓他們的政要 去治療病的地方 就是你那裡 挺可怕的 你想想 而發現那些病是治療得很快的 所以中國已經封了那裡 基本上普通人是去不了的 所以你現在明白 為何中國會被外國的領導人 會更加研究負離子 那裡 那裡 字幕 李宗盛